太極就是長者健身常見的運動 但其實八卦獎、太極拳和盈異拳 都是三大內加拳 都是中國著名的武術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八卦獎的 第六代傳人武師傅上來 和大家示範一下和聊聊天 武師傅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實八卦獎和太極有甚麼分別 太極拳和八卦獎 都是中國優秀的武術傳統文化 都是通過肢體的運動 來達到強生健體的效果 太極拳講究氣沉丹田 用意識去支配動作 通過陰陽結合 用意不用力 八卦獎就是妖元走轉為主 通過螺旋運動 氣沉丹田 有油有缸 生動靈活 兩者都適合長者的健身運動 八卦獎其實是從何時開始流傳下去的 八卦獎就是起源於清朝末年 由武術家董開村先生所創 他練習時是妖元走轉 所以開始就叫做八卦鑽掌 後來就改名為八卦獎 八卦獎內涵豐富 所以從清朝就成傳到現在 八卦獎又有什麼特別之處 八卦獎特別之處 所以就體驗在四方面 第一就是它是以掌法為主 其身法、步法都具有靈活性 以躺泥步作為走轉的主要步形 以擺步和扣步作為轉身的變化 通過走圈練習 可以鍛鍊出身體的螺旋徑和領徑 第二就是八卦獎 第一就是在經常練習 它是可以養生去病 提高身體素質、固本培圓、延年益受 通過肢體的活動 可以令到活動的四肢、頭腦 及周身角的關節更加靈活起來 第三,它所有的招式動作 都是有左有右的 它是通過腦袋去指揮練習者 左右循環去練習 通過練習是可以開發左右腦 這樣就不會容易老人痴呆 第四,所有動作都是注重關節的運動 通過練習會令到練習者的關節 會更加壯健和靈活 同時它在練習時要求雙腿、屈膝 半蹲到合適的位置 這樣可以增強腰部和腿部的力量 我知道武師傅你今天會和大家示範定式養生獎 不如馬上把時間交給你和你的徒弟 好的… 敬禮 雙腳定籠 身體直立 兩手自然垂直 眼望前方 起色 兩手抬起 回收空前 翻掌 坐跨屈膝半蹲 這一色叫做下塔掌 下塔掌通過屈膝半蹲 可以加強到我們七關節和寬關節的力量 同時可以使各個關節更加壯健和靈活 適合腰腿痛的人士去練習 現在開始示範走圈 重心在右開左步 上右步 雙腳 左右交替前行 魚鋁薄冰 行如躺泥 重心互換 行路時 要求全身放鬆 呼吸自然 眼望前方 右腳在前 扣左腳 擺步推掌 轉身扣步 葉底床花望圈心 雙手在右 掌心向上 轉動腰跨 打開雙手 調整前腳 空對圈心 這一式叫做托天掌 托天掌打開雙臂 就是打通了肺經 可以提高我們的肺氣量 促進我們的呼吸系統 抵抗病毒 現在開始示範行走 重心在左 上右步 左右前後交替 重心互換 行路時 兩膝蓋 要相互磨擦 雙腳要內合 全身放鬆 頭要頂 跨要坐 雙手打開 掌心向上 腹口撐圓 左腳在前 扣右腳 擺步轉身 扣步葉底床花望圈心 十字手 轉身前後手 調整前腳 翻掌 這一掌 叫做推磨掌 推磨掌 轉動腰跨 即是轉動了大脈 俗話說 大脈不通白病生 轉動大脈 可以激活身體的排毒系統 增強身體的免疫能力 現在開始走 重心在右 上左步 雙腳 交替前行 重心互換 行路時 兩掌前撐 掌心向外 腹口打開 要求 鬆腰 坐跨 身體要直 動作要柔和 右腳在前 扣左腳 調整右腳 兩手下落 抬高雙手 回收 身體直立 修補 今天謝謝師傅和潘大姐的示範 非常精彩 掌姐們要延年益受 也要增強抵抗力 明天師傅 也會繼續上來 教大家其他動作 記得留意